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室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他是舞台王者,不管是创造101里的王一岛 还是这就是街舞里面的王队长 一或者是平时的舞台 只要是在舞台上,他就会自带光芒 牢牢吸引着大家的目光,魅力不可挡 他是演员,不管是陈建立里边 清冷雅正的兰二公子兰湛 还是正在热播中的游匪里面 洒脱不羁的端王谢远都让人惊艳 他是主持人,回到天天象上 妥妥的一枚温柔乖巧的邻家男孩 是天天兄弟里边的团宠 也是天天象上的才艺担当 在节目里面解锁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技能 拜货厨艺魔术说相声 雪开挖掘机等等才艺样样型 没错,他就是王一博 跳舞演戏主持摩托滑板 把每一件都做到极致的全能偶像 夜不平时更是给人一种酷盖的感觉 不笑的时候很有禁欲气质 看起来很高冷 一笑起来的时候 瞬间就变得很奶,很有亲和力了 酷盖和王甜甜之间切换自如 他也是天天兄弟的门面担当 时间担当,颜值顺材无可挑剔 完全就是行走的一下子 随便那么一穿就是画宝 由内而外的高级气质 往那一站就是一道亮绿的风景线 一袭白胆挂都能够穿得这样的干脸帅气 把天天向上走成了个人秀场 不管什么风格都轻松的hold住了 实力证明,长得帅 随便一穿就贼好看 不得不说夜不真是帅气质超标 这身材这形象简直是行走中的衣架子 天天向上即将迎来2020年的最后一期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夜不 这一年在节目里边的穿搭都有哪些特点 他的穿搭又都有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一起来看一看吧 夜不在节目中的造型和舞台上的造型风格全然不同 舞台造型会更加精致 而天天向上里的造型都非常的干净 清爽,男友风十足 偏偏有风度,贵公子十足 西装对于男生来说完全就是半帅的利器 可以让人看起来挺拔,富有殷勤 西装穿上身,举索投出之间 净显偏偏贵公子的风范 夜不在节目中的西装造型 整体都比较的清爽干练 神色的低宝和西装整体利落有形 搭配同色系的马甲,同色系的领带和白衬衫 层色感十足,英姿色爽,又A又酷 净显霸道总裁范 奥布拉克更带来的神秘的酷感 裁剪精致的小西装完美的衬托出了挺拔的身姿 黑色西装和黑色衬衫组合 给人一种绅士而又精裕的感觉 经典的格纹西装外套 彰显英伦风气息 内搭黑色高领毛衣 沉稳而又儒雅 散发出了成熟的魅力 浑身上下散发着精致和贵气 完全就是小说礼拜走出来的翩天贵公子 充满了冷傲和尊贵感 作为一个行走在时尚前端的弄茬 除了经典的色彩 亮色系也是轻松驾驭的 橙色和红色的西装时尚感倍增 看起来张扬又充满了浪荡不羁 像是一个富家少爷顽固子弟 浑身上下是充满着急傲和冷傲 皮肤白皙 嫁衣裙一种鲜艳的颜色完全就不在话下 搭配T恤不会显得那么正式 更多了几分休闲的味道 简简单单的基础款轻轻松松的穿出了时髦感 九千年出生的王一博正处在于青春活力养 激情洋溢的年龄 他的休闲穿搭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年轻 运动 衣服的版型都是比较的宽松运动的 棕色休闲外套搭配白色T恤 干净而又明朗 看起来就是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非常的阳光 蝶穿之王时髦翻倍 纵观王一博的穿搭很容易发现 王一博很擅长衣服叠穿 尤其是把T恤这种基础款 运用的是炉火纯鲜的 短款宽松T恤搭配长款T恤 穿搭变得很有层次 并且很个性时尚 无形中增加了酷萨的动感 衬衫和高领毛衣的叠穿 也是很受欢迎的穿搭了 条纹图案的衬衫会给人一种理智 而又克制的感觉 看起来很沉稳内敛 配搭到的雪黑色的高领打底衫 会比较高冷 而又有格调 搭配白色T恤则是干净帅气 蝶帽卫衣和羽绒服的叠穿 薄暖而又时髦 穿上黑色羽绒服 戴上黑色帽子的耶博太有型了 帽子叠穿看起来很酷很有活力 要是蒙上脸就有点夜行者的味道了 毛衣和衬衫的经典搭配 永远都不会出错 性色的针织衫 搭配到格温的衬衫 休闲居家的同时又很有格调 看起来温柔而又富有文艺气息 耶博在天天向上的穿搭 都是基础款 但是却被他穿得很有层次和时尚感 果然裤盖不去当穿搭博主 那可惜了 大家觉得呢 吃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